土塞在苏伊士运河将近一个星期后 长次号终于脱困了 埃及官方在本地时间昨天晚间9点多宣布 借着脱船 弯离船和涨潮的力量 长次号已经重新的浮起 摆正之后顺利的移走 不过滞留在运河两边的400多艘的船只 恐怕要至少三天才能够熟通 从苏伊士城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 运河疏通之后其他的船只已经可以通行 顺利通过运河进入红海 至于肇事的长次号 则被移到运河口附近一个较大的湖泊 暂时下谋并进行各项安全的检查 苏伊士运河是全球运输的重要航道 长次号搁浅堵塞 导致其他船只无法通行 影响了全球石油和各种日用品的运输往来 亏损了每天上看数十亿美元 虽然船主声称搁浅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刮起了强风 但是当时不排除当中涉及人为疏失 后续将追究赔偿 好 好 中文字幕——YK